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又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玩我們非常魂的牌 就是我們的 這張守護者 艾爾朵斯 相信各位在玩 這個 在看這個動畫的時候 應該對他印象深刻 那是 雅圖姆對上我們的 這個 拉斐爾 那拉斐爾的王牌就是 守護者艾爾朵斯 那艾爾朵斯這張牌的卡圖我非常的喜歡 那今天的重點 除了艾爾朵斯以外還有這一張 叫做我們的守護者提斯賽斯 那就有點像墮天使的感覺 就是 這個天使掛了 那天使黑化了就變成 提斯賽斯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艾爾朵斯等級8 風屬性天使族效果 怪獸攻擊力2500 守備力2000 第一個效果 我方目的沒有怪獸存在的場合 可從守白特殊召喚刺卡 第二個效果 將我方場上的一張裝備卡 裝備在 裝備魔法卡送入目的 以對手目的最多三隻怪獸為對象發動 將對象的遊戲 怪獸從遊戲中除外 回合結束時 每以上數除外一隻怪獸 刺卡攻擊力上升500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 並不是艾爾朵斯 而是 他被戰破被笑破之後的這一張 那如果沒有看動畫 或者是不了解的人 可能根本看不出他隱藏的效果 對 那其實真正恐怖的在這一張 這一張 守護者提斯賽斯 暗屬性等級8 惡魔族特殊效果 有召喚該獸 攻擊力2500 守備力2000 看起來好像還好 那第一個 他不可以通常召喚此卡 只能用此卡的效果來特殊召喚 那我們來看他怎麼召喚 第一個 可在艾爾朵斯 因戰鬥或效果而被破壞送入目的的場合發動 從手牌特殊召喚此卡 也就是說你要召他 你一定要從手上召 沒辦法從牌組啦 第二個 可在成功特殊召喚此卡時 從牌組將一張死神的大連 提斯賽斯裝備在慈卡 第三個效果 只要慈卡存在於怪獸區 我方不可進行召喚或特殊召喚 也就是說他在場上 你就不可以再召喚其他怪獸 也不能特招 但是你可以用蓋牌的方式來做這個 來做安置怪獸 再反轉就好了 第四個 慈卡從場上送入目的的場合發動 只要一張手牌送入目的 從牌組特殊召喚 從目的特殊召喚慈卡 也就是說他可以無限復活 只要你的手牌夠了 你要復活100次都可以 但是應該沒那麼多100張 你手牌夠就可以一直復活 那重點是 他裝上死神的大鐮刀後 非常的強 那死神的大鐮刀 這個 裝備魔法卡 僅限裝備與守護者提斯賽斯 裝備怪獸的攻擊力提升 雙方目的怪獸乘以500 雙方 如果對方是屬於堆木型的 對方只要堆兩隻 你也堆個兩隻 這樣就四隻 四隻的情況之下就加2000 哇這很強 那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你從牌組裝一張 然後你自己又裝 手上又再裝一張 對 那我建議不要把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對 因為 你只要這一隻 這一隻被打爆還可以復活 但是 這個死神的大鐮 並不是可以無限使用的 對 所以 如果非必要 不要兩張都馬上把它裝備上去 好 那 所以這張這副牌的關鍵就是 如何讓提斯賽斯上場 那我們就要如何造出艾爾朵斯 那艾爾朵斯要目的不存在怪獸的情況之下 所以也就是說要把目的清控 但是你又要控制血量 對 那技能選用我們的守護者的呼聲 那這個技能非常搭這個牌組 扣1800點 將一張守護者組卡片從我方牌組隨機加入手牌 那沒有隨機它是自己選的 而且 它是喔 它是你抽完牌後 還可以在隨機加入 有點像那個 魔術大師的那種概念 我覺得非常的搭這副牌 所以我們就利用 雨衣粒子球 或者是我們的 秘遺之力節制 做這個 控血的動作 那控血之後 如果目的有怪怎麼辦 你可以用 靈魂護送船 斯卡不可通常召喚 將我方目的的一張光屬性怪獸 從遊戲中除外 那你就除外 就可以讓目的空場 你也可以利用 那個飛龍岩除外目的的 這個 其他你送入目的的粒子球 或者是節制 那 讓你達到你這個目的是沒有怪獸的場合 然後 才可以特招艾爾朵斯 那等艾爾朵斯被戰破 對方就知道你的可怕 好 那講這麼多 我們直接來看回放吧 好來第一場打我們天才倫 那這副就是玩娛樂 玩魂而已 這個套牌裡面都是魂牌 各位有發現嗎 好那對手下了一隻挑心師 直接做3加3同步 叫做超念力平衡者 好那我們下一個魚粒子球 故意讓他打 因為我們要控血 控制血量 要扣1800點就可以拉 那我們再一個魚粒子球 一個飛龍岩除外 幹他 好來 對方念力平衡者效果 直接特招 直接這個回收 好來直接召喚等級5 再加上等級3 來直接做同步 叫出等級8 鮮花騎士 好來直接打我們 好那我們就滿足條件 來發動 你可以抽牌喔 抽牌完還可以再發動 來直接 拉一張提斯賽斯 那提斯賽斯一定要在手上 所以玩這副牌一定手上要有 這個提斯賽斯 然後要有一張艾爾朵斯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好來除外目的空了 來自殺 來特招提斯賽斯 好來從牌組裝備一張死神的大鐮刀 5天 水 好來對方一個同步精神 直接同步完之後直接叫過來 好來對方等級3 再加等級3來直接同步等級6 念力惡魔 好 好 那打過來 沒事 好那對方直接投降 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一場打我們油城時代 好那提斯賽斯在手上來缺艾爾朵斯 來想辦法要用 把他特製 就是要用技能把他抽到手上 好那艾爾朵斯直接神抽 直接扣他2500 好那對方一個新遺物的龍 來直接把兩張通常怪獸除外 來再一個海爾摩斯之爪 哇賽直接裝備 來裝備海爾摩斯打過來 來直接我好險我直接丟掉 來直接特招提斯賽斯 來直接裝上我們的守護者大鐮刀 來打不死怎麼辦 裝兩把 SWEET 直接兩把幹過去7500的攻擊力 對方直接投降 欸這個有點嚇到我 他的那個海爾摩斯之爪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我們城之內 非常好玩的牌 我覺得就是 哇超超強攻擊力 然後還可以一直復活 很好玩 對 好 好 那我們完全不出來 來對方 喔哇 玄化 不好打 玄化其實我最怕他的 就是他的這個 玄化的那個 代打螺絲那個 那個什麼 玄化的那個叫什麼 玄化海龍 其實暴君龍那些都還好 好來對手直接特招擺中 來我們用一個粒子球控血 好 這有點小恐怖啊 好一個宇宙旋風 好來雨旋發動 雨旋發動 我們就滿足條件可以用這個抽牌了 好來 打過來 沒有了 因為墓地有怪 所以我們還差 喔飛龍炎來了 終於來了 好來 飛龍炎效果發動 直接除外一張 再除外一張 那這樣除外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動守護者 來直接拉我們的艾爾朵斯 好來特招 那艾爾朵斯自殺 來裝備 死神大鐮刀 提斯賽斯 直接打過去 好來先打這一隻 讓攻擊力提高 哇靠 結果是這個 叫什麼 結果竟然是粒子球 好來 懸化海龍 好來 那對方直接空場 再裝一把 直接幹死他 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我真的很常遇到粒子球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水小 好來這場打我們五屯遊戲 哦 起手非常的不錯 來直接艾爾朵斯上場 來對方 一個合成的金剛門 他敢炸我 我就直接特招 我的提斯泰斯 好來 一個雨旋旋走 哦這個起手太棒了 好來 對方一個強強彈 好來直接特招 來打過去 好順便我們其實已經在偷偷開始堆幕了 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 好來 原始騎士 打過來 來艾爾朵斯假裝很無力的樣子 你敢炸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好來對方炸爆 來我們雨粒子球 來對方發動一個雞八之力 好來 雨粒子球再拉出來 為什麼我現在拉出來 因為提斯賽斯在我場上 我就不能再特招怪了 那我現在要堆幕 對 現在要堆幕 堆得越多攻擊力越高 好來 裝備 死神大鐮刀 你看還打你還打 好來 那他等一下這些怪獸爆掉 我的攻擊力就變爆高 好來打過去 水 哇 看他還可以抽到後台 運氣真好 來六千了 來就被一個加拿大 真的是水 真的很水 好來沒關係 來反轉 來再打過去 兩千五剛剛好 不多不少 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回放最後一場 打我們油城時代 好來直接雨炫炫掉 紙張 來對方也是雨炫 來直接特招艾爾朵斯 好那手上我們現在就開始堆幕了 開始堆了 要開始慢慢堆了 來提斯賽斯在手上了 好來對方 等級3跟等級3 欸他一看就知道 來直接 等級3念力輪行者 跟另外兩隻等級3 直接同步等級9的紅戰車龍 那發動目的的念力輪行者效果 把我炸掉 好那他的戰車龍還可以再 還可以再特招 來我這邊做了一個很猛的技巧 就是我把粒子球 然後你趕快打開 為什麼 因為他這張還可以炸我 那坤就艾爾朵斯的 跟這提斯賽斯的效果 我只要捨棄一張手牌 我就可以從墓地復活 所以我現在趕快 多一張手牌在手上 好來對方要炸 好我復活 SWEET 我又回來了 來再裝備 越來攻擊力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我讓你知道怎麼做人 SWEET 好來對方只能守備 我越打越高 直接高潮一波 好來對方一個例子 來一個控制器想搞我 好來對方 來一個控制器想搞我 哇靠 好來打過來 好險有魚粒子球 SWEET 差點被自己搞死 好就直接投降 非常的驚險 好 非常好玩的一副牌 對這個守護者艾爾朵斯 搭配提斯賽斯 那我們來看實戰吧 覺得很煩 自從換了手機之後 畫面是變得很順了 但是在錄製的時候 常常一直都有問題 要嘛就是沒聲音 要嘛就是聲音 會有一堆雜音 這到底是怎樣 我真的很想把這手機給砸了 對 那 那 最近看到有留言 還是有人在覺得 玩熊哥好像有課金 那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我 我已經 如果你一直有在follow我影片 我最大的初衷就是 我 不破合任何台幣 對 那 那 你 你會認為我好像 欸 怎麼為什麼 SR卡都有 UR卡都有 看著別人光鮮亮麗的時候 你也要想想別人背後 到底做了哪些努力 對 我 光 那個卡盒那邊存那些寶石啊 就是也是存得很辛苦 每天也都是有上來看那個回放啊 去撿垃圾桶啊 這些都是基本的 對 所以 一個卡盒跟一個卡盒之間 你要存到三千顆以上其實不難 就看你有沒有每天去存 你有沒有每天去打活動而已 好啦 所以 這次講完我也不會再特別去強調 呃 無課金這件事情 啊 無課金就是無課金 那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對 對 對 好 那我們 一個魚粒子球 它又是一個類似公宣陷阱卡 好煩喔 什麼廟堂守護者啊 君廟堂之高則優其名 楚江湖之遠則優其君啊 好啦 對方打過來 我們被打我們就可以發動 這個守護者族的呼聲 你就可以 等一下就可以來檢索了 好來發動守護者族的呼聲 其實你拿這個艾爾朵斯 比較不會被發現你有陰謀 因為 艾爾朵斯的效果 看不出提斯賽斯會跑出來 只有在提斯賽斯的上面 才可以看出 才可以看出 艾爾朵斯會 會因為 會因為艾爾朵斯的效果被 戰破或效破 才可以跳出來 所以 如果大家不懂這個牌的時候 大家打過來的時候 他就 只會覺得艾爾朵斯被打死 但是如果你檢索的是 這個 提斯賽斯的話 那對方如果知道 看了提斯賽斯的效果 他就可能猜得到 你在幹什麼 來 一個光之靈堂 我怎麼感覺他有狡猾 哇靠 搞啥 我還是很討厭狡 就算他被陷惡了 我還是很討厭 提斯賽斯跳出來 從 牌組拉一張死神大鐮刀 那 大鐮刀只能從牌組拉 所以我手上有一張大鐮刀 必須等我的主要階段 我才可以撞 來 對方一個光之靈堂 應該是 我記得他可以堆木 來堆木之後 加攻擊力 但是你看 他加攻擊力 我也加了 因為他堆木了 那個大鐮刀上升 雙方目的的怪獸數量 那 我不建議把兩把大鐮刀 都直接裝上去 因為 提斯賽斯是可以復活的 對 那如果你真的 但是 這個復活之後 這個大鐮刀是不可能 不可以一起復活的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我還是會 留一把在手上 要是這個提斯賽斯 真的被打爆 或者是真的是被 笑破 我們還可以再裝 靠栗子球 真的很煩耶 我真的是 一直被栗子球搞耶 一直就真的很雞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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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兩隻白龍 好來被打爆 來發動 提斯賽斯效果 來捨棄一張手牌 來捨棄怪獸卡 因為 等一下裝這個大鐮刀 就可以增加攻擊 來用手背的 用手背的 呃對手背 因為 因為我的牌組裡面沒有鐮刀了 所以我只能用手背 再給他打 沒關係再復活 來再丟 再堆 來做得好 水 等下輪到我 我就直接裝大鐮刀 好來死神大鐮刀 裝上去 5500 太完美了 好來飛龍岩 蓋上去 好來先打死他 七八 好 總算沒粒子球了吧 唉唷 又是這個廟堂 煩餒 他又要幹嘛 他又要幹嘛 好來回收一張白龍 來只要不要有白玲瓏 就沒事了 唉唷 唉唷 雨線 場上離 唉 陣筒線桶只要離開就會破壞 好 那我們 晚一趴 來把他的陣筒線桶除外 那他就會爆掉 那這時候把飛龍岩反轉 那我們扣一點供沒關係 然後讓我們發動飛龍岩的效果 除外 一張就好 好 那除外一張來打過去 哇靠 又有粒子球 搞我 我真的是被搞大的耶 傻眼 沒關係 我有留 這個秘遺之力的原因就是在這 因為你看我常常 譬如說我有一些怪用攻擊表示的時候 真的很危險 所以我就秘遺之力可以擋 如果他真的要搞我的飛龍岩 我就用秘遺之力 那如果他真的要弄我的提示賽斯 我就在裝備上這個 我就在復活 但是復活就沒有死神大連 其實就可能就輸了 好來對手叫了 青之眼的守護人 好來特長 不要白玲瓏 不要白玲瓏 如果白玲瓏我就慘了 好 如果他打我提示賽斯 我可能就輸了 水水水水水 我還有留一手 來再加 攻擊再加 加暴你 好來給他最後一集 我看你還有沒有栗子球啊 你有栗子球我就認了好不好 我就直接跟你虧下來跟你道歉 水 好那這樣就贏了 那這副牌的特性就是利用艾爾朵斯 被戰破或消破可以特招 我們的提示賽斯 那提示賽斯 最大的效果就是無限復活 外加裝上死神大連攻擊力非常的高 好有興趣玩玩看吧 娛樂牌 我是玩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 並且分享啦 那有興趣就底下大家交流討論吧 各位再見